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敦煌的壁画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各种各样的环境 对敦煌壁画长期保存所造成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称之为预防性保护 现在这几年我们用这些技术 逐步开展了一些敦煌壁画的展示 比如说用虚拟漫游 用增强现实等等这些技术 那么在未来呢 我想这几年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发达 我们就未来努力的目标呢 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 去检索敦煌壁画相似的一些内容 来提供给研究者 提供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公众呢 能够更加丰富的 或者更加细致地了解到 我们敦煌壁画的内容和故事 壁画保护技术 还有遗址的监测预防性保护技术呢 也可以直接移植到中亚这些国家的遗址上 所以我们想将来呢 通过文物保护这样一个交流合作 也促进两国人之间 两国文物界 文化界 文宝界 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 加深两国之间更多的一些友谊 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呢 做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 与世界的发展是相关的 那么中国的胸怀呢 中国发展起来的也是想帮助或者推动整个世界 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